大家好 虎皮兰虽然说是一种比较普通的花卉 但是我们能把它养成这种爆盆的状态 它的观赏性也是非常高的 它的装饰性也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它比较皮实 比较耐养 多加点水少加点水也不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想要养出这种爆盆的效果 就必须要下点功夫 首先是要营养跟得上 所以我每次给虎皮兰换盆 都会在底部加入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它的肥效比较好 非常适合这种生长迅速的植物 如果说我们不施肥 当然它也不会死 但是想要它长得旺盛 叶片又肥又厚 那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想要养成这种状态 首先要做的就是下足底肥 像这么大一颗的话 起码用这种芝麻饼肥放上大大三抓 而且我们最好是一年给它换一次盘 在秋季给它换盘是最适合的 同时我们尽可能的把它放到光线充足一点的地方 尽量的靠窗 这样的话 它的叶片光合作用才够 那么这个色彩才会显得更加鲜明 对比度才会更加的高 这样才能把普普通通的虎皮兰养得非常的壮观 好了下集见 我们的虎皮兰养的地方 我们去帮助